爪风社区银法共餐每周二进行 即使已经迈入十个年头 银法共餐的志工们依然热情有活力的在厨房忙碌着 其中负责长厨的阿珠姐 是有五十年半桌经验的棕破塞 从她的脸上和肢体动作完全看不出来 她今年已经八十岁了 也因为她的影响力 连现在子女也主动投身志工行列 在共餐前带长者动健康 母女一同乐当志工 那我觉得说她来这边做志工 我发现她的交友不仅是在家庭这一块 她来做志工她交很多好朋友 然后最主要她自己也很甘心乐意的这样子在做 甚至有时候我们家里也有板斗 她还拨空来这边煮好再回去 那就是我们家人都是很支持她做志工 我弟弟做理事长我来这里帮她 所以每次菜单什么的都是 都是理事长开的 那什么料理也都会做 她买菜我煮 这样没有什么啦 交朋友 她自我们几十年来这个共餐 她就是要把这个兄弟煮三天 来这里做志工 像今天一道菜鱼她给她赞助的 自己还很叹叹 我也是感谢我们自己的 共餐志工阿珠本名林黄秀英 她说自己虽然不是本理理名 但因为自己家人在当理事长 她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乡挺 即使外汇工作有时忙得不可开交 但她还是会抽空来共餐长厨 将自己的老经验运用在共餐料理上 希望可以让长者吃到健康又美味 更有满满爱心的料理 我喜欢我喜欢煮菜 很好啊 朋友都对我很好 都来这交朋友 交那个姐妹啊 都是好姐妹 会不会趁机想要跟你学一些 秋楼菜还是什么 会啊 要学就来啊 当然是非常感谢啦 包括她包括她的女孩 包括我们很多志工的 大家都非常用心 广义付出啦 大家都60多月 做到几十年了 就都做到70多月80月了 大家也做到非常欢迎啦 爪丰社区理事长就说 感谢姐姐林黄秀英的支持 还有其他志工婆婆妈妈的协助 让爪丰里的共餐办得有声有色 不识志工也会赞助食材 为共餐加菜 造福这些长者真的感谢有他们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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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